歡迎回來我的仙境傳說 叢林開始的法師之路 那今天我們要來杜劫飛升一下 因為就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終於把我的法師苦練到一百等了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這款遊戲目前玩了將近大概兩個半月的時間了吧 從六月初開始玩 玩到現在已經快八月底了 大概兩個半月的時間 沒有想到啊沒有想到目前還在玩這款遊戲 本來我玩這款遊戲只是情懷檔來回味一下 那中間真的是因為官方的一開始的超操作 然後再加上逼克 然後再加上中間的BUG 有推坑了一下 那之後又找不到什麼好遊戲玩 要跑回來玩 然後玩到現在又覺得 其實慢慢玩慢慢提升機體 然後打贏以前自己 就是比較弱的機體打不贏的王 或者是一些地方 或者是能抽到一些網卡啦 一些時裝 其實還是蠻開心的啦 就是這款遊戲我覺得 不用花錢 或者是你花一點小錢 把特權開一開 那就是享受機體提升的途徑 或者是有抽到一些網卡啦 那像我們有這個二波卡啦 或者是有抽到像這個 實裝的一個快感其實也還不錯 OK 那今天最主要呢 我們來體驗一下我們的新進階二轉 法師的進階二轉 就是我們的超魔導士的起點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轉職的全流程 然後我們來轉一下這個超魔導士 他的那個title叫做追求魔法的人 追求魔法的人 那今天轉職完之後呢 我們來測試一下強度好了 在之前的時候吧 就是在上一期的時候 那個時候好像 剛轉沒多久 然後打月夜貓 好像是 那個吊車尾 就是剛好壓線過 壓秒過 那打法老王的話 我記得好像剩四 五六十條血吧 記得好像剩很多血的樣子 那今天試試看能不能挑戰打零法老王這樣 好大概是這樣啦 那就是今天的內容 那我們今天就去轉職一下吧 我們 來追求魔法的人 去看看超魔導士的那個起點 看一下任務 雖然說很多人玩RO是不看任務的啦 就是追求強度而已 但我個人覺得偶爾享受一下劇情 跟那個畫面還不錯 因為魔法的智慧 將指引你前進的方向 我是追求魔法的人 你希望追求更強大的力量嗎 啊 明智智人你也知道 在魔道裡面 學習到知識也會被污染 那你可能會成為魔力的俘虜 即使是這樣 你還要繼續嗎 知識就在那邊 那我最喜歡的答案 就在這個城市啊 我 將指引你一條 艱辛的道路 成為一名超魔導士 那超魔導士的魔法知識呢 不會記錄在一般的魔法書裡面 那 呃 就憑自己的運氣了 喔OK了 來就補 那抓一下什麼 飛行魔術 飛行魔術不是那卡嗎 來我們去抓一下飛行魔術 這是哪裡啊 騎士團一樓 這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 虎屬性 虎屬性 虎屬性三階 幹怎麼打起來那麼 怎麼打起來那麼不痛啊 幹什麼鬼 什麼鬼 喔好不痛喔 幹這個 這本書的那麼強 比我刻一下那個 我們現在的魔攻 我看一下喔 魔攻 四四四八 啊四四四八 就是 四四死吧 啊讓你先 四四死吧 加油 啊希望我魔攻有破五千跟一萬的那一天 哇這個 一百二 哦一百二十等啊 難怪這麼 難怪這麼那個 嘖 我今天啊對了說到這個 就在剛剛啊就在剛剛 啊不知道是上天 慶祝我們準備要升到那個超魔導士 就是剛剛又抽到這個稱號了 有抽到這個稱號 啊懸賞達人 我們就靠這個達人去打那個boss 然後就在剛剛呢 啊又抽到這個 啊抽到這個 就是開那個橘色箱子 一樣啊 可愛小兔的抖銅 啊這個東西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感覺我們升到一百等之後 運氣都變好了 哎呀 我們是不是 這個是一個bug啊 就是好像法師可以穿牆打吧 這個在之前迷宮的時候 就有人在講 欸贏了 啊 好 然後跟幻 幻物 魔物幻影 交談一下 如果打很久的話 我就直接 那個快速帶過就好 啊 虧視著我 啊 惡意的幻影 你在追求魔法嗎 那聽到聲音才會開口 這是一個未知的知識領域 我是一個追求智慧的魔法師 啊 巴風特 通常看到你啊 都沒什麼好事情 啊 啊 轉告此事 還蠻有趣的 來看一下這個劇情好了 願魔法的智慧 將指引你前進的方向 啊 沒錯 你有聽到這個聲音嗎 他應該要考試吧 正常轉職 不是我記得要考試嗎 啊 新的體悟 你敢來嗎 沒有問題的 好 打20個這個 潛伏的魔物 我們來看看是幾等 那等一下就來快進一下好了 要不然 這哪裡啊 海底第五層 海底喔 海底那我要切切換那個 法師 好處是你可以克屬性打 壞處是 你也要克屬性打 就是很麻煩啊 你要一直切換這樣子 好 那我打一下 等我一下喔 好 打來到第19隻 啊這個人魚四兵 喔這邊超級強的 這邊除了人魚四兵以外的怪 都是120等的啊 超痛的 唉唷這樣就成為轉職 這樣就轉職了嗎 哇這麼快 真是沒有想到啊 原來轉職的 這個過程 這麼的輕鬆 我還以為要考一些事情 遠魔法的智慧 指引你前進的方向 沒錯 我就是真正的智慧 那 也許就可以超過三顯的大法師 大魔法師 我一定可以成為一個 超魔法師 被你算氣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新技能 轉職 欸靠 還有一個點數 還有一個點數要把它花完 還有一個點數要花在哪裡啊 看一下喔 阿不 崩裂數 欸地震 哇 我們崩裂數回來了 好啦 等一下 好來 轉職 哇 進階二轉 超值禮包 啊給你一個輪迴十 啊給你這個棒 給你這個 這個東西 要賣你八百多轉 啊超級貴 好 轉職成功 啊我們是 超魔導師 有沒有超魔導師 那我們來看一下技能好了 技能多什麼 欸 喔這個 念一連擊 念一連擊好像還不錯用 使用念力打單體啊 他應該是屬於念屬性的吧 然後同時也給他詛咒 然後可以操控念力的感覺 念力喔 我們來看一下 有什麼 念力可以克什麼 呃 唸克念 喔 就克念而已喔 呵呵 所以在那個優波的話 是那個 就是用念的話 去打他 用念力連擊去打他 其他的話 都是一百 所以還可以啊 念力連擊 哇 那我們要重啟技能 才可以點念力連擊 呃 這個 十點 這個十點 化風雪 十點 然後其他 不點 然後點念力連擊 他有給點數嗎 他也沒有給點數啊 然後這是什麼 呃 這是什麼 加班塔因 這是幹嘛的 呃 給一個取消 他的 呃 砍別人的那個 陷阱啊 火柱啊 冰牆這些東西 然後 重力原野 消耗一個這個呢 重力會加速0.5秒 有個增傷 降低攻速啊 沒什麼用 然後 魔力征服啊 增加魔攻 喔 這個不錯啊 可以增加魔攻 欸 那我們應該要重點 欸 那我們應該要來重點一下 好啦 嘖 欸 幹 幹這個那個 那個棒真的好貴喔 很老實的咧 等一下 我好像沒有那個 哇 真的沒有咧 幹 喔 那個好貴喔 那個東西 喔真的是 嘖 聽奶奶的坑人 啊 180 好貴 真的好貴 好啦為了這個重點沒辦法 好來吧 重點一下吧 那我們今天都點完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的那個魔攻啊 剛剛吃那個藥 吃那個自力加死的吧 那沒有加死的 我們是4389 然後用一下這招好了 喔 看一下魔攻 喔 4431 多了大概50的魔攻 啊 50魔攻 有點爛 不過沒關係 好啦來吧 那我們來PK一下啊 我們來 嘿嘿 挑戰一下 自我啊 先來看一下這個 懸賞達人啊 這個 看了解不行 好我們先挑戰一下那個啊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東西啊 我們這個法老王 法老王的話 暗屬性好像要用聖 聖靈之腕去打 然後 把該吃的吃一吃 啊我們來挑戰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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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 然後轉戰抽一下 來一張 封號 啊開玩笑的啦 來 雪竹之脈 啊沒有啦 好來 我們來挑戰一下啊 這個法老王啊 法老王 走 好來挑戰一下 法老王啊 法老王 用聖靈召喚 聖靈召喚是5屬的啦 那 用5屬的打好像 暗屬性 差不多啊都差不多都是100% 對啊 感覺 攻擊力1萬多感覺好像還行 好啦試試看吧 打不到 應該是打不太 欸我應該用這個二波卡 來來來 看看傷害會比較高一點 12000 差不多 多那個10%感覺好像 看不勝出來的感覺 然後再吃一個 如果差一點點的話 我們就把那個懸賞那給開出來好了 那目前我們的魔攻啊 4491啊 OK 差不多快進到4500 然後 欸對把這個兔子 放在那個裡面 來加油 兩分鐘 155條 我記得上次打到 打王 算八十幾條吧 這次來看一下 那 目前算10秒鐘的時間啊 大概打了他 將近 七十幾管血而已 好像不太行 然後 法老王啊 看起來還差蠻遠的 差九十幾 看你好是 我在想說 感覺好像還好 算了 失敗 好啦 那沒關係 挑戰失敗 我們要挑戰成功為止 那我們來打一下這個好了 呃 剛好今天啊 勇者試煉 我們 第八章啊 我剛好打到 八支四管 今天我們要挑戰一下八支五好了 一樣 如果差一點點的話啊 那我們就嗑那個 懸賞達人 來 加油 哇 好不痛喔 靠腰 好不痛喔 喔 其實有點痛 算說 算說 我們撐得住 其實打他 我們打他也是會痛 但是他打我們更痛 那我什麼都可以吃啦 沒有東西可以吃耶 靠腰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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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夠了 加油加油 再撐一下 他剩九十幾萬了 等一下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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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不能繞圈圈啦 趕 今天要點那個能量外衣才行 我之後再把它充電好了 我感覺那個能量外衣比那個念力連擊還 來 還實用一點 哎唷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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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贏了 85 哇 差一點點就輸了 欸 給了一個這個啊 這個下次再衝 欸 那我們再來挑戰一下9之1好了 來來來 85如果都過得了的話 來來來 9之1 9之1的話 他就會掉第三個這個啊 這個 引裝啊 引凱 算說一隻一隻打 欸不對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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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速度OK喔 喔 這速度OK喔 呃 兩分半鐘的時間 一隻如果用30秒來計算的話 但是好痛喔 欸 他們到底吃不著拿的 欸 可以耶 欸 9之1這麼簡單嗎 呃 4491 我物防多少 欸 物防 三千多 好 那發現不行啊 5隻還是太浪費時間 那個 頂多打到第四隻而已 所以攻擊還是不太夠 好啦 只能再加強一下啦 對 差不多 第四隻打完 好啦 OK啦 至少 8隻5是可以成功挑戰過的 好 就這樣啦 啊 這是我目前的一個強度 那我感覺 念力連擊 嘖 不行 我覺得那個 那個什麼啊 這個能量外套還是要點一下 這個能量外套真的差很多 好啦 那我個人覺得還是 在在在在洗掉好了 念力連擊感覺不正常的感覺 OK 那大概是這樣啦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喜歡的話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軒牢 感謝收看 下次我們再見